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上帝的时机总是完美的这一深刻真理 我将向你揭示即使在最安静的等待季节 上帝也在错综复杂地编织我们的故事 在这些无声的篇章中 他以刻意的恩典和美币塑造着我们的生命 就像蝴蝶神奇的蜕变一样 我还将奉耶稣大能的名 与你们一起做一个大有能力的祷告 请观看到最后打开你们的心门 接受这个祷告的祝福 诗篇27篇14节说 要等候耶和华 当壮胆兼顾你的心 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正如毛毛虫相信大自然无形的力量会改变我们一样 我们也需要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无形的时机和工作 在这种等待中 我们可以找到力量 鼓起勇气 培养深厚的信心 踏上理解和拥抱上帝完美时机的旅程 朋友们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信靠的基础 相信上帝的时机是一种信心行为 他挑战我们相信看不见的事物 坚持我们还看不见的未来的应许 真言三章五至六节提醒我们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知引你的路 这句话指出了我们人生旅程的核心 强调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计划交托给上主 坚信他的引导是完美而及时的 在信心的道路上 常常会有一段等待的时光 来自上天的寂静 似乎在我们面前无穷无尽地延伸 正是在这些安静的时刻 我们的信心经历了考验并获得加强 这句话指出了 等待并不是一种被动的状态 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可以让我们更加接近上帝 通常人们可能认为 等待只是无所作为地坐在那里 但实际上 等待是一种积极的体验 可以促使我们寻求更深的灵性体验 更加专注于与上帝的关系 在等待的过程中 我们有机会更加专心地倾听他的声音 思考他的话语 并且与他的意志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 等待不仅是一种耐心 也是一种成长和学习的过程 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地认识和体验上帝的存在和引导 想想大卫的故事 在他真正登上王位之前 他早已被高为王 他的旅程充满了危险 背叛和绝望 然而 大卫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不放 他明白 这个应许的实现需要上帝完美的时机 而不是他自己的时机 上帝的时机常常令我们困惑 因为他常常与我们的期望不一致 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视速度和效率的世界里 等待被认为是浪费时间 然而 以赛亚书40章31节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 他告诉我们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 他们必如鹰斩赤上藤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这些经文将等待描绘成 一个重获新生和力量的时刻 一个必要的停顿 让我们为未来的旅程做好准备 当大门关闭 计划失败时 上帝的时机之美 在我们生活中意想不到的转折中 表现得最为明显 人们很容易质疑上帝的存在和关怀 但这些时刻常常引导我们 走上我们永远不会选择的道路 但也让我们更接近我们神圣的目的 有时 在工作上未能获得晋升 可能是你经历过的最好的事情 同样 一段没有结果的恋情 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我的朋友们 我经常发现自己对上帝心存感激 因为我经历了那些最初看起来令人失望的情况 后来才发现是最好的结果 上帝的计划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拥抱上帝的时机 要求我们对上帝的良善和信实 有根深蒂固的信心 这意味着要相信 每一次延迟 每一次迂回 都是我们可能还不了解的 更大计划的一部分 耶利米书29章11节向我们保证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次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将你们幕后有指望 学会相信上帝的时间安排的过程 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旅程 在等待的过程中 我们会被邀请 反思自己的愿望 动机和优先事项 这种反省 可以使我们的意愿 与上帝的意愿深刻一致 确保时机成熟时 我们已经准备好 迎接上帝赐予的机遇 耐心等待上帝的时机 也教会我们当下的价值 它挑战 我们在当下寻找快乐和目标 而不是不断期待下一件事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我们培养了一颗感恩的心 认识到即使在我们等待的时候 上帝也在我们的生命中 以多种方式做工 信靠上帝的时间安排的最大挑战之一 就是处理不确定性 为之会让人焦虑和恐惧 然而我们需要带着对上帝眷顾的信心 面对未来 菲利比书四章六至七节 鼓励我们六应当义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相信上帝的时间安排 也会带来平安 这种平安来自于我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我们的生活有一位慈爱的造物主之隐 他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 这种平安让我们满怀希望地面对每一天 期待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完美实现 现在让我们探讨一下 我们在等待中经历的成长 在等待的内心深处 隐藏着成长和成熟的宝藏 只有通过耐心和信心的旅程 才能发掘出来 当我们深入了解上帝完美的时间安排时 我们会发现 等待的时期并不仅仅是人生旅途中的停顿 而是我们的信心 品格和对上帝的信任 得到培育和加强的重要篇章 约瑟的故事深刻地揭示了 等待的目的和潜力 尽管被卖为奴隶和不公正的囚禁 约瑟从未对上帝的主权和时机 失去信心 他在等待中的经历是培养智慧 谦卑和领导力所不可或缺的 而这些正是履行上帝为他所预备的角色 所需要的 通过约瑟的故事 我们了解到上帝的时机 往往需要一个准备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精神得到提炼 我们的心与上帝的旨意保持一致 在静默的等待中 我们有机会加深与上帝的关系 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可以探索他话语的深意 进行发自内心的祷告 培养倾听的态度 通过圣灵聆听他的指引和低语 这种与上帝的亲密交流 将我们的等待从被动状态 转变为对上帝的同在和旨意的积极追求 等待还挑战我们放弃控制 转而相信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计划 他直面我们是命运设计师的幻觉 提醒我们最终是上帝指引我们前进的道路 仔细想想 我们真正知道什么呢 毕竟上帝的时间安排 常常超出我们的理解和预期 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片段 而上帝看到的却是整个杰作 他精确地安排了时间 将无数生命和事件的线索 编织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相信这种上帝圣的时间安排 意味着相信每一次延迟都是有目的的 每一刻都是造物主亲自安排 而充满潜力的时刻 让我们把大自然的四季 看作是上帝安排时间的隐喻 正如自然界的每个季节 都有其特定的目的 我们生命中的季节也是如此 在灵界 有播种的季节 有生长的季节 有收获的季节 也有休息的季节 认识并拥抱我们所处的季节 能让我们完全活在当下 欣赏它带来的独特礼物和挑战 等待中的成长 并不一定是外界所看得见的 就像植物的根 深深地扎进土壤一样 我们的灵根也会在这段时间里 更深地扎进上帝的心中 这种看不见的成长 对于支撑我们度过人生的风暴 让我们在收获的季节里 茁壮成长至关重要 耐心是在等待的熔炉中 提炼出来的美德 对于那些学会相信上帝时机的人来说 耐心是一种品质 它体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平安和确信 即使在最安静的时刻 上帝也在做工 耐心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 而是动态的信心 代表一种积极期待上帝的行动 和应许的信心 在等待中 我们还能学习到希望的力量 希望支撑着我们的灵魂 让我们在面对不确定性和延迟时保持坚定 这是一种对上帝的良善 充满信心的期待 是一种相信他会在他完美的时间里 实现对我们的承诺的信心 这种盼望不是基于一厢情愿的想法 而是基于上帝亘古不变的属性和他的信实 等待的改变力量并不局限于我们个人的成长 而是延伸到我们对他人的影响 当我们等待上帝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会成为上帝信实和时机的见证 鼓励并加强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的信靠之旅会成为其他人的希望灯塔 指引他们度过自己的等待季节 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迎接生命中的等待期 明白在上帝完美的时间安排中 没有一刻是浪费的 每一秒都是为我们的成长 准备和最终实现他神圣的计划 而特意安排的 因此没有必要担心 怀疑或恐惧 不要依赖你自己的理解 抵制将每个细节合理化的冲动 交托 尾身 降服 相信上帝 因为他的时机总是完美的 永远信实的上帝将准确而优雅地指引你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活在上帝的完美时机中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去了解 如何在上帝的时机框架内充实的生活 这种理解并不仅仅包括等待上帝的时机显现 而是积极地参与到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中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刻都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与上帝永恒的计划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活在上帝的丰盛时机中 意味着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拥抱当下 我们要认识到 今天所有的考验和胜利 都是上帝为我们安排的完美时间的一部分 这种态度会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 把日常的时刻变成成成长和服务的机会 把挑战变成信心和毅力的课程 他包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看到上帝的手 无论是富足的季节还是匮乏的时期 正如保罗学会了在任何情况下都知足一样 我们也要在上帝今天的供应中找到喜乐和平安 相信他会按照他的丰富和荣耀继续供应我们的需要 活在上帝的时间里还意味着要对上帝的引领和提示保持敏感 这就意味着要对上帝的重新指引持开放态度 即使他们偏离了我们的计划 这种对圣灵的敏感使我们能够抓住上帝次的机会 参与到符合上帝时机的善举和服务中 以我们可能从未预料到的方式影响生命 此外拥抱上帝的时机还能鼓励我们放下对未来的焦虑 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提醒我们不要为明天担忧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不要过度思考和紧张 而是邀请我们安息在上帝掌握我们未来的知识中 活在上帝的时间安排中就是要培养耐心和任性 我们要明白通往上帝应许的旅程可能漫长而充满障碍 但每走一步我们都在被预备 被塑造成上帝呼召我们成为的那个人 这段准备时间与应许的实现本身同样重要 因为我们的信心在这里得到锤炼 我们的品格在这里得到塑造 这种生活方式也培养了一种充满希望的期待精神 希望成为我们灵魂的毛是一种坚定的保证 尽管我们可能无法立即看到我们信心的果实 但在上帝完美的时间安排下 一切都会实现 这种希望推动我们行动起来 有目的 有爱心的生活 充分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时间 此外 活在上帝的时间里意味着我们要认识到 我们的时间可能常常与上帝的时间不同步 这种认识会带来谦卑和屈服 因为我们承认我们的理解是有限的 我们的视角也不是包罗万象的 我们每天都要把自己的愿望和计划提交给上帝 然后对他说 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只要按照你的意思 这也意味着庆祝当下 找到感恩的理由 找到表达喜悦的方式 即使是在不确定或等待中 这种对当下的赞美 是对上帝的良善和信实的信任 是与上帝的时间安排 保持一致的生活所带来的平安见证 活在上帝完晚的时间中 鼓励我们在他人的生活中 成为上帝时机的器皿 无论是通过鼓励的话语 善意的行为 还是简单的陪伴 我们都被呼召成为 上帝适时介入我们周围世界的一器皿 带来希望并体现他的爱 朋友们 活在上帝完晚的时机中 是面对信心和生活的一种全面态度 他邀请我们每天都去体验上帝的爱 和计划的深度 宽度和高度 当我们的心灵和生活 与上帝的时机相一致时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所处的位置 正是我们该处的位置 我们所做的事情 正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完全确信 在每一个时刻 上帝的时机都是完美的 愿你受到鼓励 完全活在上帝的时间安排中 用信心 希望和爱 拥抱每一天 让我们把这种理解 带入日常生活 在这个需要上帝的光和真理的世界里 成为上帝完美时机的灯塔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坚守上帝的时机 确实完美这一坚定不移的真理 愿我们的内心充满勇气 我们的精神充满信心 在他话语的应许 和他爱的确信中前行 在每一个等待的季节 在每一个不确定的时刻 天地的创造者 都将你握在手中 以神圣的精确度 安排着你的人生故事 让我们带着新的力量和希望站起来 因为在上帝的完满时间里 每颗心都将找到最深的满足 相信他 因为他是信实的 他的世界安排 将毫无差错地展现他 为你制定的完美计划 现在 所有听到我们声音的朋友 让我们到主面前祷告 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祷告 以领受这个祷告的所有祝福 让我们向我们慈爱的上帝祈祷 亲爱的天父 时间的创始者 天地的创造者 你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你是阿拉法 你是峨眉甲 你是初 你是忠 是息在 金在 永在的 我带着满心的赞美和感恩 来到你面前 你的威严和荣耀 无与伦比 你的智慧超越我们的理解 你对我们的爱无边无际 你让星辰运转 完美精确地安排四季 你配得一切的荣耀和崇拜 主啊 我感谢你在我和我所爱的人的生命中 倾注了无数的祝福 感谢你坚定的存在 引导我度过每一个时刻 我感谢你的保护之手 在我面临考验时紧紧抓住我 感谢你的供应支撑着我的每一天 慈爱的天父 我请求你宽恕我的罪 宽恕我曾怀疑你的时机 质疑你的计划 我也宽恕那些冒犯过我的人 释放所有的怨恨 愤怒或伤害 在人生的不确定性中 我依靠你完美时机的保证 教导我相信你的神圣计划 知道你在为我的利益而运行万事 帮我用信心和耐心拥抱等待的季节 确信你在为你的旨意塑造我 奉耶稣大能的名 我宣告战胜急躁和焦虑 我斥责每一个恐惧和怀疑的灵 主啊 我祈求你的祝福在我的生命中 丰盛涌流 确确实实祝福我 扩大我的领域 用健康智慧和供应祝福我 保护我远离敌人的攻击 远离一切毁灭 远离一切 试图破坏你对我计划的阴谋 奉耶稣之名 救我脱离一切邪恶 引领我远离诱惑 我捆绑敌人针对我身体 思想或心灵的一切伎俩 我宣告任何针对我的武器 都不会得逞 我祈求心灵 情感和身体的治愈 让你的医治 触及我生命中 每一个需要你神圣抚摸的地方 主啊 当我和每一个聆听的人 一起做这个祷告时 我感谢每一颗 此刻在你面前敞开的心 我们同心合一 彼此站在信心中 相信突破 医治和你应许的显现 我们一起宣告生命的胜利 宣告我们的身体 思想和灵魂得到治愈 我们感谢你的保护 保护我们出入平安 让你圣灵的 同在环绕我们 充满我们 在你的真理中指引我们 使我们有能力 活在你完美的实际中 帮助我们 与你的圣灵同行 对你的引领保持敏感 对你的修正敞开心扉 为每一个 与我们有关的家庭和亲人 我们为他们的生活 祈求同样的祝福 保护 供应和平安 愿你的眷顾和恩典 环绕着他们 就像环绕着我一样 让我们在你羽翼的庇护下 免受伤害 并在你的光辉指引下前行 主啊 让我们的生命 与你完美的时间神圣一致 在我们等待你的时候 坚定我们的信心 愿我们的生活 反映出你主权的美丽和力量 让你的国降临 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行在我们的生命中 如同行在天上 因为你的国度 权柄和荣耀是永恒的 主啊 感谢你聆听并回应我的祷告 奉耶稣大能的名祷告 阿门 如果你领受到这信息的祝福 我们邀请你以赞助的方式 支持这个事工 你可以点击以下描述框的链接 成为我们的固定赞助者 或以请我们喝咖啡的方式 一次性赞助 通过这事工 让你的力量发挥影响力 成为世界的一点亮光 你是蒙福的 为要成为他人的祝福 请别忘了在评论区输入阿门一词 或分享你的收获 也请记得点赞订阅装备生命频道 以获取更多能提升 你属灵成长的视频 谢谢 感谢你的聆听 愿荣耀归于上帝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平安与你同在 请不吝点赞助